我们继续说国史 昨天呢 我们讲到了 病重云之死 那么呢 我们通过当事人的 回忆 我们说了 八五事件过程中 全程参与其中的 邓小平的女儿 邓荣 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 宋任勤的女儿宋彬彬 等等 这些人在这个过程中的 他们的作为 那么最后呢 我们留下的是一句拷问 什么呢 就是打死病重云的凶手 到底是谁 但是至今 没有人站出来 承担 这个历史责任 随着他们 假情假意的 什么道歉 又把这个事情 这这蒙上了 这这这 更加 深重的这样的暗影 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愈发看不清真相 但是呢 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司马记里面 我们可以从他们现实的 这个表现上 我们 我们或许能捕捉到一些个信息 你比如说邓荣 邓荣到底是不是打死 变重云的第一凶手 或者说是直接凶手 我刚肯定 邓荣绝对是打死变重云的凶手之一 至于是说最后那一脚踩死变重云 到底是刘婷婷还是宋彬彬 还是这个邓荣 荣历史再拉开一段时间 我们相信像这样恶劣的事件 作为旁观者 作为目击者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这个史实装进棺材的 尽管当事人在极力的掩盖 利用着日后 他们的权势 地位 影响 在刻意的淡化 甚至是掩盖自己当初的这份丑恶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邓荣 邓荣 全部人都知道邓荣应该说 是通过邓荣的光辉的著作 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虽乐 人才知道了 他的父亲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 十年里面的光辉的伟大的历史 但是 对于积极参与了 并且是 这个应该说是 这个 得风气之先的 邓荣 邓南 邓林 邓氏三姐妹们 在文化大革命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 初期 他们的那 光辉的这个 这个战斗的业绩 你从这个邓荣的这本书里头 你什么都找不到 你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这本书里的不但没有提到 变中云死亡这个八五事件 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 而他又是 当事人之一 他提都没提 变中云之死 当然就更谈不上 他本人对于八五事件 是否参与了 这样的历史 提都没提 甚至公然就 把自己的学历 就给 这个 给砍下去一大段 他压根就没有提 他曾经是 北京师范大学 女子附属中学的学生 这个曾经的 他的 受教育的历史 他提都没提 在这本书里头 那你说他是要刻意掩盖什么呢 这是他自己的历史 而他写的是他爸爸的文革岁月 而他是文革之初的 这个老红一兵的头之一 邓荣后来不都是联动的骨干分子 这不就是欲盖弥章吗 不解 他这本书里头 他只字不提这些事 他还利用着自己邓家的这个影响 利用他爸爸这个总设计师 这个猫论猫论的发明人 这样的一个光 历史和现实的这样的光环 去所有这个信息平台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们在外面 我们看危机百科的邓荣就比较丰富 关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个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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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危机百科 基本上该点都点到了 包括历史的疑问 包括有些可以说作为结论性的东西 包括很多疑问式的东西 该有都有 起码对于邓荣在文化大革命出奇的一些事 都有所体现 但是你看 国内的 国内的搜索有引擎 你比如到百度 你到百度里面 你去查一下邓荣的这个词条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他的整个的这个履历是从1972年 他到北京医学院学习 上大学开始写起的 72年之前的邓荣是没有的 没有表述的 提都没提文化大革命中的邓荣 那你说这不是欲盖披章吗 啊 他的同学王有琴 在北师大复中时的同学王有琴 王有琴的回忆文章里面也提出 也指出说邓荣在我的父亲邓药平文革岁月一书中 写到了当年邓药平接见师大女复中工作组时候的讲话 别的都没写 写到他爸爸接见师大女复中工作组讲话的时候 他还把日期刻意的给做了篡改 篡改 本来呢 是7月4号的时候 邓荣平接见了师大女复中工作组 然后有一番讲话 随后这个师大这个 这个女复中工作组 这个这个带领着邓荣这些 这这些高杨子弟们不就大女复中就开始打 就开始咱们就就胡作非人切 7月4号邓荣平跟他们讲完话 随后就闹起来 但是邓荣在这本书里的把这个邓荣平接见 工作组讲话的日期提前到了1966年的6月4号 他们家就喜欢六四了 就特别喜欢六四 那么 邓荣 刻意的掩盖自己曾经的历史 创改曾经的历史 他目的是什么呢 他想洗刷什么呢 他想躲避什么呢 我相信这个东西很快就会昭示于天下 会昭示于天下 做不到的事你能做到吗 2010年第八期 这个杜岛正的这个炎黄春秋 发表了宋彬彬的叶维丽 刘晋 冯进兰 于林 几个人的署名 联名署名署名的文章 叫变中云之死的另一种陈述 其中提到 说北京师大女傅中 在文化大名之初 是邓小平的一个点 师大义辅中 是刘少奇的一个点 那个点我们上次说过 以前说过 说刘少奇和邓小平 就是通过这两所中学 来了解中学的运动情况 文革初 中共的高干子女 这些元老的子弟们 因特殊的家庭背景 这些人是最早起来 斗黑帮的 这个我们讲到就联动 讲到老徽名的时候 曾经就讲过了 但是当父母被打倒以后 或者受到冲击了之后 有的人就以批判 自己的父母来改变命运 有的人是这样 比如薄熙来当时 不就是批判他爸爸吗 而这些人就变成了 当时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邓荣也是其中的一员 我们前天不是跟大家分享了 战亚瓶的 彻底清算战亚瓶 在无产经文大名中 滔天罪行的大字报 把他爸劈的那个猛 把他爸揭发的那个透彻 说他爸爸这只黑手 如何操纵了 女师大 这个 北师大这个女腹中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的 邓荣在大字报里说了 极其详尽的战亚瓶操控 啊 女师大女腹中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 通过邓荣 啊 来掌控局面的 啊 这个这个这个 详详细细的 邓 小平的 所言 那么 我们在联系 啊 我们在联系 这个 邓小平 呃 邓荣写的这个 他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里面的 具体的这些内容 文化大革命初期 关于他爸爸的 具体的内容 和他刻意的 回避自己的文革历史 啊 我想任何一个读者 都会发现其中的 巨大的这种 这种 刻意疏漏的 这样的空间 啊 以大字报里 说的非常清楚 邓小平是通过 你 要把十大女腹中 变成 邓小平的实验 填的 你说的很清 大字报里 说的非常清楚 工作组 是在邓小平的控制下 把许多人 把女腹中的许多人 打成了反革命 个人野心家 啊 你说的非常清楚 邓小平 大力支持学生 斗学生 说邓小平的黑纸 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给工作组 打了气 做了工作组的后台 也给这些高干子弟 这些批黑帮 斗黑帮 大变中云什么的啊 给了他们的底气 和支持 你在大字报里 说的很清楚 斗学生的同时 邓小平还多次指示 要做教师的工作 目的就是把矛头 对向教师 对向教师 教师当然就包括 校长变中云露 你邓荣写我的 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的时候 你能不能把你 1967年写的大字报 的内容 和你这本书里 邓小平 文革岁月里的 这些内容 给他对接上了 你能不能把这个 中间你扮演的角色 给他写出来 你不把你自己的 角色写出的话 他你当初写的大字报 就落实不了 那些内容 你就和你说的 你爸爸文革 文革岁月的 你爸爸的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 这些作为 就合不上 你就无法自圆其说 你就洗不干净自己 那么邓荣 都不是尸口粉 压根就不招一字 多 那么宋彬彬呢 宋彬彬自己 就辩解自己 自己没有参与 打死校长 宋彬彬 自始终 遇到现在为止 他也是这样子 宋彬彬强调的 就是变仲云被打死 那天晚上 是他自己 是他向 去北京饭店 向这个当时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吴德 做了报告 报告了说 我们校长被打死了 然后说 才把他爸 把这个 变仲云他们送到了 优点医院 尽管已经 早已经死亡了 宋彬彬在四十多年里 四十年来 多年来 我一直想说话 这篇文章里头 他说 他被认为是 八六六年八月五号 对变仲云 施行暴力的 胡怡明组织的负责人 他说他被认为是负责人 他自辩 他没有参与打死 变仲云 他说 破四十 我抄家 抄家 我一次都没参加过 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 说我怎么怎么样打人 我觉得特别委屈 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 反对武斗的 尽管他同时也说 他不能原谅自己 八一五号那天 阻止不力 反应迟缓 没能够 枉狂澜于计讨 救变仲云校长 与命悬一线之时 没能够救自己的校长 他还说 说变仲云被打死以后 是他和几个人 还有学校一个李老师 用手推车把变仲云送到医院去了 李老师带头签名 写下了宋明斌等六个学生的名字 医院才敢开始抢救 仿佛他是要救变仲云的一份子 那么 有人就说了 宋明斌根本就没有说出 真正的这个真相 包括 包括在宋明斌等人的这个回忆 这些回忆里 为自己辩解也好 为自己开脱也罢 同时呢 他们 从来不曾 指控 刘婷婷和 邓荣 这些个几乎是公认的 八五事件的凶手 你看宋明斌的回忆录 包括道歉的时候 他提都不提邓荣 当然可以理解 是不是啊 那邓家现在还了得 是不是啊 包括他们道歉的时候 是不是啊 包括所有的波乱反正的时候 那谁波乱反正 黄金专团长是他爸爸 谁还敢说他 他们家女儿的事 是不是 宋明斌还在 自己的文章里面 公然宣称 说八十年代母校 已经做过组织结论 说宋明斌在 这个学校文革中 没有打人和暴力的行为 说这个女傅中 给她做过这样的结论 2007年的时候 原来女师大的女傅中 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 附属实验中学 举办九十年校庆的时候 评选九十名荣誉校友 或者叫知名 知名校友 宋冰冰还当选荣誉校友的 是九十分之一呀 这件事在海外海外 迅速被热炒 被炒成了政治事件 引起了很多很多的争议 而那时候宋冰冰 人在美国 宋冰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去美国了 就留学了 后来就没回来 就留在美国 把我回国道歉 道完歉 该回去还回去 宋冰冰把自己 自辩到这个份上 就说自己没有 然后我还是接触校友 我还怎么这么着 但是千家居 在自传年谱里面 有过这样的记载 说宋冰冰和人比赛 说那一个红卫兵 打死了六个人 宋冰冰为了胜过那个人 就打死了八个人 这话千家居是能 空口无凭的说吗 他敢吗 那么宋冰冰到底 打死没打死人 他在辩中云之死中 到底充当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那么邓荣呢 是躲 不说 不提 宋冰冰呢 是辩 不承认 刘婷婷没消息 没听说刘婷婷 关于这件事情 有什么公开的言论 反正 至今 辩中云之死 还是一个悬案 还是个疑案 同时更可悲的是 就是这样的 文化大军之初 第一个被打死的 学校的老师 和学校的领导 辩中云这个案子 至今也没有能够彻底的招学 你按理来说 是这样的冤假错案啊 被打死了 这简直令人发指 应该是波乱反正的时候 第一批被他妈的 平台或者招学的吧 因为这个东西 拿来控诉文化大革病 说那简直 最好不过的素材了 是不是 但是没有 辩中云的案子 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彻底的招学 有研究者认为 说就是这样 就就就 关于辩中云之死 这个没有招学的事情 有过这样的文字 说辩中云之死 是文革初期 骇人听闻的暴力时间 该事件 由于发生的时间地点 施暴者的性别年龄 特别是施暴人 施暴者和被害人的失神关系 在当年就震惊京城 那么十年文革期间 关于辩中云的死 没有任何的报道和记载 在文革时代留下的 关于革命的种种报告 和大事迹中 从来没有一个字 提到辩中云的死亡 文革大军十年 用他们的话说 文革大军十年 66年到76年吧 无论是邓小平 得势的时候 还是邓小平落配的时候 无论是刘少奇 没被打倒的时候 还是被打倒之后 无论是邓小平 后来被重新恢复工作 包括七五年治理整顿 什么的 就所有的这些 反反复复的十年的历史里面 都关于辩中云的事情 就是一片空白 同时迄今为止 那些当年参与 打死变仲云的女红卫兵们 没有一个人受到刑事和民事 责任的追诉 没有一个人被追责 问罪 没有 女傅中 全女学生 一帮女孩子 就把自己的女校长给打死 这样令人发指的事 没有一个人受到刑事追责 追诉 包括民事责任都没有人追诉 他们当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站出来表示过忏悔 表示过道歉 就不了了之了 这个事情 就不了了之 这个变仲云你说死得多么冤 多么惨之后多么冤 有人说 有人说可能中共内部对于 这个老红卫兵当年的一些个事 包括造成变仲云死亡的一些情况 应该是有过调查的 应该是做过结论的 并且呢 应该是存了党 可能是作为秘密档案 存了党 但是 这样的档案是不可能让民众知道 有人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变仲云的丈夫 王金尧 一直保存着变仲云死的时候的照片 他把现去买的相机拍的 包括变仲云身上的血衣等等 这些相关的物质 还保留着 他是希望将来 能够依靠这些东西 为他自己的夫人讨一个公报 并且希望呢 能够追究 打死人的这些个暴徒的行事责任 但是 中国的法院早就宣布了 对于 变仲云之死 责任 所有的责任 打人者什么这些东西 这些事情 早已经 宣布不予起诉 就是不管这个事 就不管 你上法院告人都不受理 过去了 一窝风吹了 你还告什么告 告什么告 说最近这几年 有媒体采访王静瑶 问他当时 你当时怎么能想到 去买相机 给这个死去的妻子拍照 说这个王静瑶 当时就说了这样的话 说我想让后来的人看看 人类历史上 有多么黑暗的这一夜 尽管那一夜很黑暗 尽管那是 光天化日之下 暴行 但是 辩中云至今没有得到任何一个说法 没有得到招许 在辩中云的案子上 大家有一个共识 就是关于辩中云的这个案子 有一道牢牢的防线 你谁都别想越过去 这得是什么证实 这得是什么样的来头 这得是什么样的背景 在这阻止 辩中云之死的这个 纠问 这个历史的纠问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